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昨天六四 六四晚 在銅鑼灣一帶 出現很多荒謬的景象 除了警方不停呼籲 叫人不要去那裡非法集結 亦都說你一個人在那裡 都可能是非法集結 香港人 我自己覺得 相當多人是很勇敢 仍然很不甘心 你叫我不要去 我就不去嗎 很多人仍然是用自己的方法 包括穿著黑衣 包括拿著花 黑衣也可能會有一些標語 他們明知會被警察抓麻煩 輕則會守身 截停 問話 重則會告你 但他仍然都去 譬如如劉三清 這位民運老將 在大陸已經坐過十年牢 穿著李旺洋的T恤 去銅鑼灣被警察抓了 早上放了 但是要保釋 不知道告他什麼罪 仍然都去報道 譬如支聯會的前常委 趙恩來就拿著 一些鮮花 一些玫瑰花 有六支紅還是六支白 四支紅 在銅鑼灣出現 警方一眼就抓著他 他說他拿著的花是有煽動性 手上的玫瑰可能會煽動非法集結 要他離開銅鑼灣 這些是有名有姓 大家認得他是誰 也有些前區議員拿著 這個坦克的模型 在銅鑼灣一帶 坦克的模型 都說有機會說他非法集結 又帶他去文化 這樣那樣 究竟 你是否六四那晚 警方認為看不過眼 你懷疑你 無論你拿著花也好 拿著這個坦克的模型也好 穿著黑色的T恤也好 他都可以 說你有機會是非法集結 有機會是煽動 要趕你走 不如有一個線維 派白紙 派白紙也不行 因為會引起人圍觀 我派白紙的目的是 祝福香港 拉了他 帶他去封鎖線的文化 警告他 你不停 我就來拘捕你 亦都有人帶這個電子蠟燭 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去表達自己的內心 對33年前發生在北京的血腥鎮壓 的悼念之情 這些是有名有姓的 很多是有名有姓的 有些呢 很不甘心的 譬如入夜的時候 很多市民穿著黑衣 在維園那裡散步 穿著手機燈 有些是有電子蠟燭 他是覺得有風險的 是擔心的 是會 至少會被人截停搜查的 可能會被拉被檢控的 但是他們的說法是什麼呢 自由是無價的 香港人的自由是不應該被剝奪的 我看到有些網上的媒體 就訪問他們 你們為何會來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 還有一件 我覺得很荒謬的 也要繼續說 有人駕著 U.S.8964 車牌的一輛跑車 在銅鑼灣一帶出現 被警方也截停 如果你覺得 8964這個字眼是 敏感的 不如就這樣 這類的車牌 就取消了 是不是 如果 你怎樣 我駕駛車進去 那怎麼辦 你說我是否有心 我有心又如何 為何這種荒謬的情節 不停會在 六四這晚上演 說回那些 無名無姓 不知道是誰 穿著黑色衣 開著手機燈 或者黑色衣服上面 有支點亮了蠟燭的標誌 這群人接受訪問 全部都是要化名的 他拿著手機燈 我記得去年也試過 放在袋裡 或者拿著手機燈 我忘記是否認識 有一位70後的周小姐 發名 他說自己是政治冷感 是不會參加為集會 但是2019年的社運 受年輕人的感動 然後才留意時事 這兩年看到當局禁止集會 出來逛街 其實是一個表態 他越要禁 大家就越出來逛 會不會有風險 他說擔心 有的 不過始終不及場內的朋友 還有我們真的出來逛街 那些長官都說 你可以逛街吃飯看電影 在完善制度下 香港是很自由的 我們是很讚賞的 他就說人民不會忘記 民主會戰勝歸來 希望這個燈光 新火 相傳下去 有兩個穿著 有白色蠟燭 怎樣穿著蠟燭 T恤的 兩位一男一女 他就說 他們越想禁 我們就越要出來走 同路人圍爐取暖也好 他說不可以點燭光 就可以另一種方法去點燭光 他說以往是有去維園集會 去年已經被禁了 在維園外面點燭光 現在就選擇把燭光畫在衣服上面 有風險 為什麼 不過他越禁我就想 越記得這件事 越想照出來走 只是一個人看路也好 就提醒其他人 在33年前發生過這樣的事 現在圍爐取暖也是好的 很多人 穿了手機燈 在現場徘徊 他說 還有人在做這件事 這個年輕人21歲 穿著黑衣黑褲 在馬路上舉起手機燈 他說他小時候已經知道六四 長大之後更了解 當初有年輕人爭取自由被鎮壓 近年看到政府連一些悼念的自由都被抹殺 他選擇走出來 21歲 33年前當然還沒出生 如果每個人都說不走出來 今天就跟平時沒有分別 看到不少人仍然是默暫表態 他感到很開心 看到大家仍然是記得這件事 銘記於心 六四是不可以原諒的 有個28歲 他說從小被父母帶去維園集會 不會忘記六四這件事 現在連穿少少黑衣 舉起手機燈 都說不可以 香港就是 越來越在底線後退 他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只是穿著黑衣 只穿了手機燈 如果這樣也是要拘捕 那沒辦法 你看見這些 不是有什麼 以往出了名的 區議員 支聯會 那些普通的市民 都不怕危險 冒著可能有機會被捕 被問話的風險 都要出來 那種堅持 在這麼肅殺的氣氛下 那種堅持 很難能可貴 警方 每年 這幾年都提醒 不要去集會 不要去集結 不要煽動去集會 其實 他們的目的 是否想提醒香港人 幾十年前 在天安門發生這些事 是否想提醒人 在網上 我看到 包括 在我的 YouTube留言的人 把六四 這件事 歪曲到 學生去襲擊 入 北京的解放軍 而被解放軍還擊 打死 歪曲到這個地步 這群人有沒有良心 這群人的良心被狗吃了 在我那裏留言 不要緊 你就留到夠 我覺得就是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怎樣歪曲都沒有用 我看到有屍體 那些報道是文匯大公都有報出來 有些人說是被當年的媒體誤導了 所以信六四死很多人 如果當年的媒體誤導 你見到那種魚臨大敵 那種見到蠟燭 見到坦克無形 見到張白紙 見到六支白玫瑰 四支紅玫瑰 你都是怕成這樣 這個政權 有沒有虛擁到這個程度 你會覺得 幾荒謬的事情 都可以在六四個萬 發生 無論是香港也好 無論是中國大陸也好 你看上來 我也不知道是很生氣還是很笑 雖然 你的感覺是很痛心的 但是 你那種荒謬程度 你好像是在做滑稽劇 這個也是相當荒謬的 就是 雷長毛 雷玉蓮 大家知道雷玉蓮 他十年都如一日 有很多的示威場 我都見過他 他都會去 你說他不是很激烈 你說他是不是很煽動 很多人都看他 他只是一個人 他沒有政治的能量 昨天有一段 我認為是極度荒謬的情況 就是 他拿著三粗白菊花 想去中聯辦 六四得了 你讓你去中聯辦嗎 在西環 警署報告 重兵 雷玉蓮 往後大道西出發 沿途有五十個警察 戒備 有警員就警告他 說你會觸犯國安法 這樣 他就問 一路走一路哭 多次和記者一路哭 就說 我悼念六四有什麼罪呢 三粗白菊花 他說是給誰呢 他一束是悼念六四三十三週年 一束就是我今天探完古思堯之後 他叫我協助悼念六四死難者 另一束就是我代長毛 就是梁國雄 兩個都在監督 好了 雷玉蓮就說 去了銅鑼灣之後 被警員帶回灣仔警署 沒收所有悼念物品 拿了二十分鐘之後 送回去禁鐘 我悼念六四而已 為什麼六六四都有罪呢 然後他就繼續拿黑布 白菊花 衣服印有南河阿里陀佛 他信佛的 到西環指責店 買電子蓮花燈和金銀衣紙 有警員就警告他 真的有些苦口婆心 我看他的報道 他說你會觸犯國安法 衣紙舖叫他不要賣金銀衣紙給他 很多便衣警員都勸他 不要去中聯盆 蓮姐 蓮姐你不要去 加上就是犯國安法 有警員就跟李玉蓮說 你只是默埃就沒問題 你不要燒 他的衣紙一定違法 為你好 蓮姐 你停吧 我真是好心勸你 你吃一頓飯 你不要燒夜 不要燒夜 然後呢 去到皇后大導師 他再買一部連佛機 接著有二十個警員 監視他 拍攝影片 有警車在馬路跟著他 我為什麼這麼大篇幅說 他要用這麼多人 去對付一個 沒有什麼政治能量的呂長毛 然後呂長毛就綁著黑布在前額 用黑布包著白菊花 去均益大廈三期 那個警員就說 你在天橋那裡吃齋 吃完齋之後 你就走 這樣 接著他把製品 那些種 煉花燈 煉佛機 對六四四難者致意 他說叫我收回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告我 犯國安法 然後警員就說 你悼念了很久 你收回一些東西 你不收回 就拉我上車 於是最後 有四個警察 四個女警 三個男警 陪他下西線盤地鐵 你想像畫面 是否極度荒謬 這個女長毛 幾十個警員跟著他 原因是他會去中聯辦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看完之後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理解 我怎樣面對這件事 我昨天有說過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 去警告 或者提醒 外國駐香港領事館的事節 不要在六四的問題上再說話 不要做任何的儀式 他說這件事已經成為歷史 歷史是不需要記住的 說完之後 差不多所有西方駐香港領事館 都在Facebook 改造變成六四的悼念內容 有些說我們不會忘記 波蘭最過癮 說我們在歐盟裏 我們是生產蠟燭最多國家 佔成歐盟四成 那些蠟燭本來是照明 後來就發展成有些特別的用途 這個我覺得真的非常精彩 好了 你叫他不要做任何儀式 美國駐港領事館 就在他的Facebook網頁上面 就拍了一張照片出來 在每一層的窗口 都點了一些電子蠟燭 英文就寫著We remember 歐盟駐港辦事處 也在晚上 在窗邊點亮了電子蠟燭 然後在Facebook說 歐洲聯盟時刻 與全球各地捍衛人權的人士 暫在一起 你叫有什麼用呢 是嗎 這就很明顯全世界 對於這件事 不是說有些人說你喜歡外交部提醒他 叫他不要搞他 他專程搞不是的 這件事 在香港的香港人一樣 在全世界的人對於 33年前發生的事 是不會說你叫他不要記住就不要記住 記憶是不容易抹走的 這是很重要的 記憶是不可以 你用任何方法押下來 就會抹走的 在香港如是 在世界各地如是 在中國大陸也如是 我待會說一下 在中國大陸的情況 一樣 中國大陸 夠嚴密的掛控制 仍然是 大家 那些人還沒有死光 即使死光 都是一直傳承下去 例如英國 有些網友叫我 你說一下 剛剛六四就撞著 英女王登基 英女王登基70周年的白金喜紀念 問我怎樣看英國人和這件事 我去了一個小型的六四集會 之前在倫敦 亦去了很多人參加 不過我未開始 因為我要去六四集會 沒有去到這個真真正正的 就是白金喜紀念的 這個慶祝活動 這個大陸的音樂會 我就是白金交集 我感覺是 英國人的歡樂 這個正常國家是應該歡樂的 英國人的歡樂 和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的悲痛 交織在一起 那個心情是 你去到這個演唱會的現場 還未開始 已經人山人海 大家開心得不得了 擔心 椅子坐 大家在喝酒 吃東西 很開心 然後 一個多小時後 就需要出席 燭光的晚會 你的感覺是 由天掉落地下 那種感覺 我拍了一些片 我想在和小豪子做的節目的時候 才播出來說一下我的心情是怎樣 香港六四的日子和大陸的情況是越來越接近的 那種荒謬程度 我想都找不到很大的分別 不過有些事情就是 你不是這樣如臨大敵 你不是這樣壓制的話 可能那些人不會記得那麼細緻 不會引起他們的回憶 你越壓制他 你香港人就是這樣 到今天仍然是這樣 我不知道幾年之後會怎樣 香港人是會用盡自己的方法 告訴你 我內心還是要記住這件事 我記住這件事 我會有行動出來 當然 我經常都說 你做任何行動 你都要明白那個行動的後果 你要知道 不是一時衝動 是要有一個很理性的決定 香港人其實是一些很理性的決定 我這裡很佩服 香港人的勇敢 很感謝你們 很重要的地方 不僅是我們這一代 原來很多年輕人 都記得 33年前 發生過什麼事 在腦裡 不容易消失 那個記憶 差不多經過這裡 我繼續支持我Patreon 我繼續支持我深藉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